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菜,就是让你们说尽量煮熟食的东西来拜拜 今年的中秋节由于疫情管制,佳姐气氛显得格外冷清 马波茨基职工决定在中秋前夕准备摆大书国礼包 当作中秋礼物送给101户照顾户 今年我们没有送中秋月饼,所以就想到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方式 让他们自己也来煮,在疫情里面大家闷在家里 让他们也能够过一个比较有色彩,比较亮丽的一个中秋节 从事蔬菜供应商的倪文正,与有蔬食经验的太太一起商量 选出了百搭的蔬菜组合,让照顾户简单的就男朋友煮出美味的蔬食料理 而水果的采购则是陈世来发行承担 大概有十样的菜,我觉得配搭起来可以煮两道蛮美味的一个菜色 因为我家思杰他本身是香气族 他叫我怎么样去配他这个蔬菜 这样子给他们来讲应素食 因为我是私业家,持续事业家的一份子 那么我也是持续会员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值得我们去提广 所以我就一口都答应了 小小一份礼包装的是满满的祝福 愿照顾户能度过一个亮丽的节日 珍珊美之工陈志卫叶航良 马来西亚毛泊报导